那去年的今天 希望联盟打败执政了61年的国阵 正式入主不成 而领军西蒙的敦马也再度担任首相 如今希望联盟安稳地度过了一年的执政生涯 然而在过程当中却不太顺利 那他们的支持率也是下跌到了最低水平 而多数选民关注的事项不满的事项 包括西蒙落实了多少的竞选宣言 改善经济的具体策略是什么 而配合西蒙执政一周年 首相敦马今天下午也在部城发表了特别演说 也向大家报告了西蒙落实竞选宣言的进度 Tama sekarang ini kita berikan laluan kepada Yamabomad Perdana Menteri 一定会把所有的竞选承诺给完成 而为了解决人民所面对的经济难题 敦马也在现场宣布 2030年共享繁荣的愿景 强调拉进大马的贫富鸿功 照顾人民的福祉 让大马全民可以共享繁荣 顿马也说 他理解有很多人对西蒙无法兑现 大部分承诺而感到不满 然而他话锋一转就说 尽管大家已经听到老掉牙 听到耳朵长简了 但他还是要说 那几所领导的国阵政府 留下的烂摊子 是西蒙落实竞选宣言的最大阻碍 Rakyat mungkin bosan dengan cerita dan laporan berkenaan dengan perbuatan pemerintahan yang dahulu perbuatan yang salah oleh Kerajaan BN di bawah Najib memang menjadi masalah besar yang menganggu pemulihan negara dan kesejahteraan rakyat